這個千辛萬苦之後,我就終於來到清真寺 這個清真寺就是我們經常上網看到的粉紅清真寺 我現在就在它的核心範圍 是核心的內部地下看一看 覺得這裡有多大呢? 我就一直走過去給大家看看 這裡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地方 所以女生是要戴上頭套 另外我們也要脫鞋 這些不需要我介紹 到底裡面有多美麗呢? 大家不要理開鏡頭 只是中間這個不說 我想你也值得來一來 不是開玩笑 這裡其實山場雖然很動 但是拜託當然不是 其實參觀一下 讓大家看看這裡的人 因為始終在穆斯林為止的馬來西亞 回教的人是最多的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馬來西亞這裡 是有很多很多林林種種的清真寺 那這間呢 就算是比較歷史悠久 以及最多IG網紅出來拍照的一間 很多會在外面拍到這座寺廟 是鮮粉紅色的 不過我想來到現場的朋友 可能會有點失望 為什麼呢? 就正如某幾個Youtuber所說 這裡呢 就並不是真的這麼粉紅 它的粉紅色其實是PE出來的 實際上其實 清真寺呢 在全世界是非常之多 可以見到就是 這裡有一個地圖 就展示給大家看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哪裏的地圖 這裡是日本來的 為什麼會把日本的寺廟都放進去呢? 有點奇怪 我們看看這邊先 這邊有些文宣 馬拉文 是英文來的 介紹穆斯林的任何東西 尤其是節日齋期等等 其實都可以給大家做一個reference 可以知道一下 到底回教是一個怎樣的信仰 因為相信在香港 大家都很容易會接觸到一些印度人 而他們也很多都是穆斯林來的 我反轉鏡頭給大家 你看看多漂亮 值不值得由吉隆坡坐 差不多一個小時車過來這裡 我想你們自己都有答案吧 嗯 其實我的天啊 我們很晚來 這個大風景 有點可憐